一年一度南加亚洲食品展已经卖到第九届了 今天总共有将近50家的食品原料大厂来参加 为争取订灯业主是卯足的权利 甚至秀出珍贵食材 像是日本和牛以及台湾的鲍鱼等等 并且在现场料理提供无限量的试吃 不止有要价不菲的日本和牛 还有油炸起式馄饨 烧饼 猪排 鱼子 乌龙面 一年一度的南加州亚洲食品展正式登场 不过不好意思不开放给一般民众 来了解的都是餐厅老板还有主厨 从九年前我们就开始 就是找一些新的东西来教他们怎么做 所以他们就可以改进他们的菜色 也让他们知道更新的一些食材 怎么去使用 那这样子的话对整个这个industry 可以一个明显的提升 说白了就是食品原料大厂 要来抢供餐饮业者的生意订单 每个摊位都是卯足全力推销自家产品 我们从HC Foods 我们的Ber Lao最 這個有很好的評論 在阿拿牙的廣場上 有很好的評論 這是豆腐、水、蛋糕和蝦 混合在一起 然後雞肉和牛肉在兩邊 所以有很多香味 很多的有味道 台灣廠商當然也不缺席 冷凍食品的攤位 人潮幾乎沒停過 還有業者很大方 直接拿出罐頭裡的鮮嫩鮑魚 讓大家免費試吃 標榜造型獨特 而且絕對無添加 我們這個都是台灣製造出口的 形狀比較像元寶型 跟其他工廠做的不太一樣 另外還有遠從中國寧夏而來的 紅棗和枸杞 或是各種醬料和包裝盒 依次滿足餐飲業者的不同需求 亞洲食品展各國廠牌大車拼 就是希望能在美國餐飲大餅中 找出自我亮點 東日新聞馬力廷 李宗堯 洛杉磯採訪